这节课呢本来我们是说直接去修改客户端 但是我看了一下它那个节课呢 我们要先要这样 第二节课呢我们要去架设网站 架设网站 架设网站 我们要先去架设网站 因为它有些地方需要用到客户端的话 它需要用到网站 先去架设网站 然后第三节课呢我们才去讲客户端的修改 第三节课呢我们讲 讲那个客户端修改 客户端修改呢我们直接一节课就把那个 直接一节课讲完那个安卓和苹果 直接一节课呢我们就把 啊那个第三节课 直接一节课呢我们就把安卓和苹果的修改 说说完 网站 我们先把这个网站给它加设一下 啊我们在我们IS刚刚第一节课已经讲过了 已经安装完了 然后呢我们先把那个网站给它送上去 网站 然后这个给它删掉 然后因为我们这里安装了一个集成环境的话 这里集成环境的这个版本我们切换一样 是IS那个7的这样的话呢它我们这里的网站才可以用 要不然的话它80端口被那个啊80端口被阿发7占了的话我们是用不了的 啊我们这里的网站 啊我们这里浏览一下然后一盘 然后是麻将外博 然后这个 然后就是麻将外博 嗯这里的话我们看一下它是用的是 啊它需要用到 NAT 4.0 那我们要去安装 我们去安装一下NAT 4.0的 新用程式的话它是用NAT 4.0的 你改天去下一个NAT 4.0 那只请这个 独立安装 算了四十八兆 这个NAT呢一般的话呢 安装挺简单的 这个下载地址呢我就不放了 有个NAT 5.0的 计算机已经安装了相同 啊我记得我电脑好像 安装有了这个服务器里面 啊确实有了 有的话呢它这里不显示 这里应用程式这个SPAP 这里没有 没有的话呢那我们要重新注册一下那个 NAT C重新注册 C重新注册 这个打字不好打 如果说没有这个没有找到这个命令的话呢 那我还是把这个命令给大家放到放一下吧 放一下呢比较等一下 如果说你们遇到我这样的情况的话呢 用起来也方便直接到这里 NAT重新注册命令 这一个呢是32位系统所使用的命令 NAT4.0 这一个呢是64位系统所使用的 那我们现在系统我们第一集课已经看过了 它是64位的 那我们直接就复制这一个 复制这一个呢 我们在这里去在SAMID里面去执行一下 执行一下 安读完成 如果说不使用这个命令呢 也可以的 其实直接到这里控制面板 然后续载和删除 然后直接找到这个续载 续载呢它会弹出这么一个 将NAT4.6.1 修复到原始状态 这样也可以的 但是这样呢 也重启服务器挺麻烦的 直接一条命令呢就搞定的东西呢 没必要去那么麻烦 然后呢 我们现在这里看一下它是有了 它已经有了4点了 我们把它允许 就是这里 刚刚有点点的块 点这里 点开以后呢 它这里 这里全部点上允许 允许以后呢 那我们这里的应用层次呢 也是有了 那我们设置一下 这个应用层次 我们把这个启用32位应用层次 这个给它打开 然后呢 我们再点高级应用层次呢 我们就选择刚刚打开那一个 这一个 点开以后呢 这里我们就 就去修改数据库的密码 还需要用的一个工具 需要一个工具 应该这样 然后呢 我们就直接打开它 修改 然后呢 这个数据库密码呢 是在 在这里 那数据库密码呢 数据库密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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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里是 R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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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保存一下 我们现在来浏览一下看看 能不能打开 这个我们不管它 我们直接就打开后台 后台 直接打开后台 这个 还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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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打不开 看一下它说 有哪一个的 去 我们去看一下 这个是登录的 文件名 我们直接去登录 这个文件名看一下 这个对不对 对的 这样的话呢 就算是 网站的话呢 就算是 大件 好了 这个 这个呢 我们就只讲到这里 它这个数据库的 这个密码呢 它是 它这个后台的 账号密码呢 它是跟这个 数据库是一样的 这个数据库密码 是默认的 这个数据库密码 是一样的 打开这个 这里有一个 数据库密码 打开这个 没有改过的 那个就是 这里边 这里边有一个 数据库密码 就是这一个 它账号呢 是admin 还有T2G6 如果说出现这种情况呢 可能是那个 权限不足 我们去把那个网站 给它相关的权限 然后呢 给它修改呈现 然后我们刷新一下 看一下 还是有 那我们再重新登录一下 看看 重新登录 嗯 推不出来 可能是浏览器的缘故吧 推不出来 那我们去到我们那个本地的浏览器 来试一下 我们去到本地浏览器来测试一下 因为它这个微软默然的这个浏览器 有时候有问题 然后是白蛋默 然后密码是 密码在这里 然后是 RG Z Agnes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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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错了 这里搞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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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一下is这边嘛 那设置一下 把这个应用层次的设置成结成模式试一下 好 用它用结成模式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修改这个密码的话呢 是在 有一个 就是系统管理 系统管理里边应该有一个 这个 看下密码修改是在哪里啊 我的信息 这里有个修改密码 它这个游戏的控制呢 是在 不是这里 应该是在玩家信息 玩家信息这里呢 它有 玩家信息呢 它这里有试付 如果说你是在线的呢 它这里会有 会会可以点 你就点开它 点开以后呢 然后这里点上是 然后呢 置顶呢 它这个就是实际就是控制的意思 比如说我要控制30% 你就点30% 控制100%呢 还100% 输赢的话呢 这个 就是 是的话 就是是否 你置顶了 就是 应该就是 应该就是 控制了 控制 是或者 不是 控制不控制 然后呢 控制的那个 百分比呢 就在这里 这个多呢 我也不太熟悉 我们先看一下 这里呢 是充足房卡 这里呢 是那个 商场的 房卡的 价格 钻石 排区 就是价格 网上 那里呢 绑定手机送房卡 这个表好像没有 绑定手机送房卡 这个表好像没有 但是我们客户端本身也是没有的 没有这个的问题反馈 这个表也没有 我们看有没有这个表啊 这里先不管它吧 我们到最后去 讲那个修复的时候 再讲吧 我先就把 讲那个 这里的话呢 这里 我看一下 要不要再讲一下 信息管理 信息管理 这里的话呢 我们先把这个信息 给它改一下 就是 QQ号 34003129 喇叭通知 然后呢 这里也是公告 34003129 然后呢 这里呢 是一个公告 这里应该是 这个是什么内容 等一下我们进游戏看一下这个内容是个什么内容 是0003 0029 手机上呢 这些错误的话呢 也挺简单的 这个买手稿的数据课呢 如果有这种错误的话呢 好像刚刚是有一个 绑定这个呢 这个表 我们可以去数据课建这个表 它去什么东西呢 等一下我们打开它去什么东西呢 我们在里面建什么东西就可以了 手机上也挺简单的 然后呢 这个问题反规它也是去这个表 我们现在去看一下吧 看一下它是不是去 如果说不是去的话呢 我们尽量把它弄弄好 但是实际上呢 绑定手机那个就没有必要去弄它了 因为我们本身也没有做那个手机的绑定了 这个客户端 我看一下这个是哪一个啊 T Game T 哦 它想T 另外 应该是去这个数据库 确实是去这个数据库 这个数据库呢 其实实际上呢 问题反馈啊 那么这些呢 实际上也没多大用处 有没有都无所谓 我们现在呢 我们现在呢 这个就网站打简呢 就先讲到这里 我把这些讯息给你